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军人 在他的家里有七位从事着与蓝天与飞行相关的工作 他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 是中国人民空军的第一代飞行员 他的外甥现在也是飞行员 飞的可是歼20 他就是一级战斗英雄刘玉滴的儿子 刘飞宝 刘飞宝 北京军区空军装备部原副部长 他的父亲刘玉滴是抗美援朝战争一级战斗英雄 青少年时期的刘玉滴立志学习飞行 徒步两千多公里从延安走到东北老航校 凭借我要飞行的强大冲劲 飞上蓝天保卫祖国 抗美援朝中 刘玉滴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 敢于和强大的美军空中拼刺刀 击落机上八架敌机 被人们称作中国空军战神 留步两年行 欢迎您 请 刘部长 您的名字叫刘飞宝 是谁给您取的这个名字 这个呢 是我父母亲给我取的 我父亲呢 是飞行员 我母亲呢 是保陕员 我是1952年2月7号出生的 然后当时我父亲呢 在战斗龙负伤住院了 他不知道我的出生 后来他伤势好了一点以后呢 战友们告诉他了 就说你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就说我是飞行员 要飞起来保卫祖国 所以呢 叫刘飞宝 那如果打开您呢 这个记忆的时光屏 在家里给您印象最深的 是什么样的一句话呢 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 就是我要飞上去 把你打下来 这句话 后来我们就问他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他就跟我们讲 他的一段亲身的经历 我父亲呢 是1938年入伍的 参加过百船大战 在作战中呢 这个日本飞机进行轰炸 把他的战友脑袋给炸穿了 胳膊腿炸断了 所以当时呢 就是非常的生气 用枪吧 打也打不到 所以就是发誓 我将来到了空中 我就把你们打下来 这个话呢 是这么来的 谢谢大家